现在就在老铁门蒸花卷 这个是徒弟帮我录的啊 然后效果不是特别好 凑合看 一斤的高筋面粉 咱们放五颗的泡打粉 五颗的酵母粉 然后放了二十颗的白糖 然后再放三颗的改良剂 改良剂呢 馒头改良剂就可以啊 腌子用的是梅山改良剂 咱们把所有的调料给它搅和匀 搅和匀之后咱们放温水 二百八十克 如果你的面细水可以放到二百九十克 然后也可以放点牛奶去代替水量 如果不放牛奶呢 就可以放 就可以做葱香味的 然后咱们和匀 把面和匀以后 一定要像燕子的手法 视频当中的手法那样 仔细的去揉面 这是发面的一个关键 你把面揉细腻了 你蒸出来的馒头也好 包子也好 花卷也好 才会更细腻 面团一定要发到两倍大以上 才可以用啊 然后因为这块这段没有路上 给老铁们做两种形状 所以咱们拿出来半块面啊 然后给它擀成长方形的薄片 然后撒上精盐 一斤的面 咱们要撒四克的精盐 然后撒上葱花 葱花适量 还可以放0.5克的13香 按着视频当中的手法 去把它依次折下来 然后拿刀切开 花卷做形的方法呢 快手平台有很多种 燕子做的就是比较简洁的 两个机子落在一起 然后按压中间 然后给它拉开 拉开之后给它卷起来 然后按压底部 让它坐实就可以了 咱们还有另一块面 就是为了给大家演示一下 另一种手法 老铁们别忘了红心收藏 另一块面 咱们拿出来下机子100克 然后像搓麻花一样的手法 去给它搓成长条 同样的 面越柔越细腻 越柔越柔软 手上抹点油 这样的花卷就不容易粘脸了 就会有点层次 然后依次给它卷起来 看视频当中的手法 给它卷成一个鸟巢状 这个很简单的 也很好玩 然后用筷子按压中间 给它按成这样的形状 就可以了 做好行的花卷要二次醒发 醒发大概是15分钟左右 然后开水下锅蒸 100克的剂子 咱们蒸15分钟 做好以后停两分钟 花卷就蒸好了 老铁们别忘了红心收藏 感谢支持 我们就需要用筷子的 感谢支持 我们期待